10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议员麦卡锡 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投票罢免的议长 从投票结果看支持罢免的有216票 其中发起罢免的是以共和党议员马特·盖茨为代表的川普死忠派 共计8票民主党支持罢免的共计208票 反对罢免的有210票全部由共和党籍的众议员贡献 216比21麦卡锡下台了 在这一场美国政治内斗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答案似乎是明显的 但魔幻现实的是就在罢免投票前的72小时之前的10月1日 美国媒体国会山发表评论文章推动国会通过2023财年第一季度临时支出法案 避免了美国政府关门窘境的麦卡锡是毫无争议的最大赢家 而曾经在麦卡锡出任议长的15轮投票中一直阻拦的川普死忠 马特盖茨是最大赢家 短短三天赢家变赢家 搏一搏摩托变单车 麦卡锡被罢免下台 起因视马特盖茨为代表的川普死忠派不满麦卡锡骑墙 不满麦卡锡帮助民主党拜登政府通过了 2023财年第一季度临时支出法案 这当然是政治表演 川普的说法是拜登政府搞经济和失败 2020年川普卸任时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是27.44万亿美元 拜登执政三年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到了33.44万亿美元 拜登执政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没多多少 财政支出却一直在增加 但从美国政府的债务曲线图来看 拜登政府虽然离谱 但川普执政时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的增长曲线也没好到哪里去 熟悉美国政治的人其实都知道 民主共和两党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 增加支出 为各自的选民族群增加各种福利 这其实是政策买票 减少税收 讨好各自的选民 尤其是讨好各自的金主 这其实是政策贿赂 美过一段时间 美国国会中的民主共和两党 都会在预算或债务截止日前 玩两车对撞 看谁先停下来 看谁先怂 谁先妥协 以政府停摆为要挟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都指责对方 是不负责任的那一个 美国两党在预算法案上互相撤走 其实原本就是一场政治秀 只不过 发动麦卡锡罢免投票动议的 川普死忠马特盖茨派系 估计事前想不到真的会罢免成功 而麦卡锡本人估计也想不到 自己前脚刚和民主党合作 帮助拜登通过了2023财年第一季度临时支出法案 仅仅72小时之后民主党就发动被刺联手川普死忠的共和党强硬派把自己给罢免了 站在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标准政治文化价值观来看 共和党的川普死忠马特盖茨派系就是党同伐异 把小团体的利益凌驾在国家利益之上 非常狭隘 但相比民主党 川普死忠至少还奉行了共和党的小政府执政理念 至少表达了对川普的支持和忠诚 而美国民主党真是一点人都不做 前脚麦卡锡配合民主党拜登政府过了预算案 后脚看到机会就把麦卡锡给投票罢免了 妥妥属于是过河拆桥背信弃义恩将仇报 但美国人会和我们中国人持有相同的道德标准政治文化价值观吗 10月3日 《华盛顿邮报》引述民主党众议员贾亚帕的话 没人信任麦卡锡 麦卡锡好不容易才当选美国众议院议长 为了巩固权力 为了压制共和党中的川普死忠 他搞了多重博弈策略 在不同派系之间大搞骑墙 老烧工当得不易乐乎 比起当年自嘲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沿西山 麦卡锡的骑墙之术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做同一件事情 没法让民主党共和党建制派和共和党 川普死忠三方都满意 那麦卡锡就做三件事 每一件事都拉两派打一派 最后平均下来算一算 四舍五入就约等于人人都满意了 但是这种搞法也是有风险的 别说是在我们眼中了 就连在美国或者说西方的政党选票政治文化里 麦卡锡的这套玩法也属于是相当领先版本的 之前没人这么玩过 而且很显然 他这么玩实际上也不被华盛顿的各方势力认可 与此同时 西方的政党政治 选票政治的传统操作 就是把每一次政治博弈当作独立的事件 麦卡锡帮着民主党过了预算是一件事情 共和党川普死忠发动罢免麦卡锡的动议 是另一件事情 哪有什么为了大局啊 事实证明麦卡锡的奇强策略 到头来不过就是掩耳盗铃罢了 即便是在西方政治传统里被奉为归孽的妥协的艺术 到了如今的民主党这里也是荡然无存 从民主党人投票罢免麦卡锡的那一刻起 他们那把劈啪作响的小算盘里头算计的 其实就只有一件事情 麦卡锡是共和党人 如果能让这个共和党籍的议长 被川普死忠发起的罢免投票得以通过 那么其结果势必会让共和党内的 倒川派和挺川派更加对立 共和党陷入内斗了 明年能拿出来冲击美国大选的经历就更分散了 民主党人连任的胜率自然也就上去了 这比买卖怎么算民主党都不亏 所以干惯了损人利己这种破事的民主党人 这一回肯定是要帮帮场子了 于是凡是参与投票的民主党议员 全部给罢免麦卡锡的提案 投了赞成票 管他这么多的 有史没史 绞三棍子碑 按照美国政治一事归一事的政治文化 民主党就先抓住打击共和党的机会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照美国现在的政治氛围来看 如果美国两党的角色互换 那么我想共和党届时 也一样会把民主党议长给搞下去 所以被罢免下台的麦卡锡 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我们中国舆论场有一个大的话题 如何看待中美关系 实事求是的说 这个话题在我们的舆论场 是没有什么共识的 抛开那些亲美 崇美 精美派不谈 一部分人认为 中美谁也奈何不了谁 所以中美应该保持对话和沟通 在有相同观点的议题上 中美要始终保持合作 在中美观点不同的议题上 中美就展开竞争和博弈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中美关系就是竞争中有妥协 竞争中有合作 说白了 这部分人相信美国是有政治人格的 会在想事做事的时候 按照一个理性人的脑回路 来分析形势制定策略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 一直以来 美国在中美关系议题上 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对中国当面承诺的事情 转头就去做180度相反的事情 美国根本没有政治人格 美国一点都不可信 中美应该保持对话和沟通 不是为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中美关系的上限 而是为了中美不至于走到 直接激烈军事冲突的地步 中美关系能保住这个下限就行 在过去十多年来 这两种观点 在中国的舆论圈上 一直是此消彼长 谁也没有压倒过谁 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少一点 我认为多看看美国那边的实际情况 什么实际情况呢 看看过河拆桥的民主党 和遭人被刺的麦卡锡吧 就美国现在的政治氛围 他们连对同曹而食的自己人 都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一张二皮脸说翻就翻 党同伐异都到了这个份上 我们还能指望美国政客 会信守他们对中国许下的政治承诺吗 美国政府还有可能会尊重 同中国对话后谈出来的双边共识吗 麦卡锡就是再骑墙 他好歹也是共和党的 不是共产党的 可即便如此 当今的美国政治生态都容不下他 那美国还有多大希望 能和非比族类的我们和平相处呢 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我相信现在只要是个心不瞎的人 应该都能看得出来 美国的政治生态 就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剧烈化 那群盘踞在华盛顿沼泽里头的政治生物 现在连西方政治中最起码的妥协底线都抛弃了 我们要是还对他们心存什么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侥幸心理 那可就真是太自其其人了 我们眼中有他们 我们需要顾及他们的感受 他们的眼中可没有我们 他们也不会顾及我们的感受 他们不光不顾及我们的感受 他们甚至就连他们自己人的感受 都可以弃之不顾 一切为了党争而服务 党争就是一切 我想起了一句阿拉伯谣语 我和我的表兄弟联手将外人打跑 我又联合我的亲兄弟将我们的表兄弟轰走 如果这句阿拉伯谣语可以反过来理解的话 那么我想它就应该是这么解读的 趁着我和亲兄弟干架的公布 我的表兄弟把我们给收拾了 趁着表兄弟和我们相间的控子 外人直接将我们一锅端了 我们相对美国人来说算什么呢 我们是外人呢 现在他们亲兄弟之间都已经干起来了 你说我们这个外人应该干什么呢 是盼着他们哥们几个打完之后重归于好呢 还是等着其中一家把另外几家都干趴下了 好把资源集中起来专心对付我们呢 政治斗争不是请客吃饭 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如此 我们同他们的政治斗争一样如此 这事也就发生在美国 如果双方的立场对调一下 美国人此时此刻搞不好都已经串通了我们的表兄弟 甚至是亲兄弟过来对付我们了 我们没有趁这个机会去挑拨美国几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 这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克制了 别再幻想华盛顿这哥几个 逗完这一轮发热的头脑能恢复正常了 党争这东西就像毒品 要么敬而远之 要么无法自拔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类似的戏码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见的还少吗 有那闲工夫琢磨怎么劝导美国人心平气和 倒不如把心思画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美国人能否心平气和 全看我们的拳头有多大 除此之外 其他一切都是扯淡 不要等到人家最后把亲兄弟和表兄弟全给收拾了 我们才看清楚对面是个什么货色 否则这笔学费的代价可就太高昂了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